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60岁 来自黑龙江最休 女嘉宾梁女士57岁 来自山东最休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年龄应该算是黄昏恋 对吧 喜欢她吗 喜欢 应该曾经都有过婚姻 对吧 对 各自都有孩子吗 有 你们谈恋爱什么的 会遭到他们的干预吗 他们叫我找一个家 您的孩子呢 也是用 交往两年了是吧 对 两个月一直在闹别扭啊 前两个月 正好的这个抽屉有钱 我拿到他两千块钱 借给朋友了 这抽屉里的钱是谁的钱 是我起初来的 我是赵老年大学 时装队的 我是负色 就是把这样什么头发 帅子 还有耳珠了 香儿什么 您是服装组的领导 对 我是取了三十块钱 是干这个的 我只会过了两天 我动钱 我一看 拿钱怎么少了两千块钱 你也没跟大姐说 当时她也没在家 那您把这钱拿完以后 您再取点钱放回去 不就得了吗 可是我工资卡都在上呢 你们俩现在经济 已经共同体了 对吧 这没什么吗 不就拿了自己家里 点钱吗 说一下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就过不来了呢 我们两个话赶话 就打起来的 正好在亮台上吧 他就说 拿花盆砸死你 我一砸一砸 他没想到 他真把花盆 真飞过来了 直接砸我肩膀 上边我收拾收东西 我含了累我就走了 回娘家了 对啊 动手了是吧 这个动手啊 我并不是有意的 我一心像像的 这么大一个小花盆 也会连继续 一下死走了 这么大个小花盆 别找折了 我并不是找折 事后有没有道歉 事后我找他道歉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上餐家去找他去 躲着我 我也没办法了 我就通过你们帮帮忙 把他给我劝回来 把这个工资卡 和这个老张的这个钱 我全给他 工资卡不是在他手里吗 对啊 原来 那你给他什么呢 在这个期间啊 在工资卡上 我挂失了 等于您回了娘家了是吧 对啊 回娘家了 您回娘家之后 她去娘家接你 没接回来 在这期间 你把工资卡挂失了 用什么挂失呢 分开这一段呢 也需要生活啊 我也不能老去借钱活吧 这个我问问他啊 大姐 卡是人家的吧 工资卡是他的 对对对 卡里的钱是他的吧 也是他的 他的生活 他得用啊 他打你确实不对 对吧 对啊 对他要对的话 我能不打理他吗 您回娘家 咱们也不好说什么 对吧 应该的 那是您的自由 应该的 那你走了 人家得活呀 给留点钱呢 对这意思吧 为什么不给他钱 他有私房钱 卡不是在您那儿 还有私房钱啊 去年五一 他女儿结婚的时候 他给他女儿五万块钱 私房钱他有 哦 他有私房钱 我为什么给他 我不给他 我约束他 哦 叫他花他私房钱去 可是回娘家 就意味着你不要他了呀 不是不要他 是要制裁他 是吧 对啊 去年的时候 嗯 我刚认识他几个月 啊 为了取得他信任 把工资卡给他了 我自己呢 留了一个五万块钱 为什么留着五万块钱呢 因为时间不长 对他我还不太了解 五一的时候呢 我姑娘结婚 把这个钱呢 就被我姑娘了 也没跟他说 因为没跟他说呢 一怕他给不了这么多 二呢 反正是我自己钱 第三呢 因为我们交往 才时间不长 几个月 不是就这么三点人一 明白了 都给女儿 没有再多一分的私房钱 对 刚才他说 我有私房钱 我要有私房钱 我还要这个卡吗 不可能了 好像在听着 都挺在乎你的 现实生活里 在乎你吗 我跟他心里 给你就没位置 那心里给你 就没我 哎哟哟哟哟哟哟 没位置还两年呢 怎么会有这改的 EVERY次我过生日 我提前十来三天 告诉她的 嗯 那天早上呢 我就早上一早 就出去演出了 演出完 我现在我化妆挺漂亮的 我认为 肯定家里 弄上一大桌海鲜 再叫我几个好朋友 来给我庆祝生日 我想得很美 回到家呢 没人 我一看家里没东西 是不是我要上酒店订喜去了 我这样想的 我先等等吧 等个电话吧 等了二十多分钟 也没来电话 我一看我给他打一个电话 问问到底在哪呢 一打电话呢 帅羊肉呢 我的天 我想帅羊肉 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说我能聋人吗 这个 你客观评价一下 还是对面这老头好不好 啥意思呀 你说意思就好像 有点可怜他似的 不是 我是说客观评价一下 我没可怜谁 我可怜您 对吧 被这么一老头 欺骗了两年的感情 还把工资卡无情地拿走了 你的生日他都忘记 还向你挥起了花盆 一定不跟他回去 行不 不会啊 有时候对我挺好的 家务活都是他干的 家务活都是他干的 做饭啊什么的 洗衣了都是他的 洗衣做饭都是他 那你干嘛呢 我白天啊 就上老年大学了 这艺术团排练了 唱歌就是这样的 对对 他有时候就是好夯来 比这个人都好 好像和一个球似的 要拎起来 好想跟什么似的 和一个小球球似的 团的 小球球是个什么玩意儿 圆就是 圆圆挺可爱的 小球球 不好的时候呢 就破开了呗 就和小气球似的 棒 有有有有 所以你们俩经常得 呜点气 要不然那球吹不起来 是不是啊 反正生活当中吧 没有过少不碰过样的 会有小摩擦 就会有鸡毛 酸皮一些小些小事 可是他呢 不能说瞎话 不能骗我呀 他心里没位置了 我在他心里 不是他一家人了 我明白 办什么事都是这么 无礼的 就是你在乎 他是跟你隔着肚皮 是这意思吧 过后他的生日 我又给他补了 这不就让你向他 承认我自己的出 这两年多 跟他过得幸福吗 总来说还是可以吧 有些事情的话呢 就是管了我啊 管了严点 这都管您什么呀 抽烟 喝酒 不是挺好吗 这玩意儿呢 咱在外接触的 这么多一些朋友 你说有一些呢 叫咱去 人家不能不去 再一个人 我说我喝点酒 才多少钱呢 你像他这个 东东在网购 你看他网购 买了一些衣服 有的呢 生活平常呢 都穿不上 买的化妆品 有的呢 好几百 有的好几千 还有的上万的 上万呢 算不要是一万一 可是 要是打气折来 或怎么又花 两千多块钱啊 话一话说呢 有的呢 在那放了一二年了 都没用 我喝酒 才几个钱呢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呀 再一个呢 就是吃饭 因为我是夜班 他是白天 晚孩说我做饭 等他回来吃饭吧 回来了 大衣一出包一扔 就好像谁惹他了 谁欠他了似的 态度不好 安心 我今天把饭端上来 吃了块微消气了 将菜 不好吃 就是大领导不太好 伺候 就是啊 做菜也做得不好 白天说家务 就说啊 你看看 家造成这样 你也不熟 我家你熟 是这样 再就是呢 你在外面吃了 你先告诉我一下 说的是实话不 他 他说的实话 我们团在一起 排练挺晚的 在一块就吃个快餐 或什么的吧 想给他打个电话 这团友没 这么一千车 就忘了 我能排练 或者上课 都弄到静音上 没听见的 我打电话 反正肯定都有道理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先考虑一下 就这个 按理说这男人 也挺听话的 对吧 对您的照顾 也还算不错 您的评价 可爱起来像个球球 是吧 我估计球球的时候 是大多数 那你为什么 不要他了呢 因为他没实话 人不诚实 他不诚实 他眼里没有 心里没有地位 这就是他不怕 我当家人看待 行 又没有地位 钱被管 人到底一定 岁数有点小嗜好 或者叫不良的小嗜好 也被管 您还得忙着 做家务 伺候他 也得不到好评 对不对 对 平常两个人在一起 时间又很少 经常还错峰 对吧 对 那你为什么 非要跟他在一起呢 毕竟我们的两年时间了 是吧 咱们不管看了缺点 还是看了优点的地方 它有什么优点呀 它网购 是网购 买些衣服呢 有时候呢 也烧带着看 适合我这样 也给我买点 一件两件 他 对 哎呀 这个日子过得好苦啊 这个呢 咱也有错 真要分啊 没想到这一步 好了 所以这段背后 到底是什么呢 一段黄昏恋 看起来有那么多的 冲突和矛盾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想先问一下 这位女士一个问题啊 您是怎么证明诚意的 她当初是把工资卡 交给了您 但您呢 因为她有私房钱 我不相信她了 但您的钱 全是私房钱啊 老年大学的学费 谁给您出的 我自己啊 是她的卡 还是您的 双方都有吧 她注销她的工资卡的时候 卡上余额还有多少 大概有一千来块钱吧 每个月的工资 都被您妥妥地花光了 您还是分了吧 放过这个小球球 没想到这一步 如果您觉得 这个男人 还没把心交给您的话 我想可能 您以后也找不到 其他比他更交心的男人了 自然是他给他是坏脾气 我就不能原谅他的 忍了您两年 换成其他的男人的时候 我不能说他扔花盆的行为 是对的 但很可能他们就直接 把卡还我 你走 这么多年来 一直忍着你各种 管他是乱买东西也好 或者怎样 总之您活出了女人的 最高境界 在家里只负责貌美如花 亲戚书画 而自己的丈夫呢 是白天自己玩耍 晚上出去工作 您怎么不带他 去读老年大学呢 你想白天在家 晚上他还上夜班 最主要是老年大学的 学费一下 套两个人的 就得少买一套化妆品了 也许有这方法 哎呀 他真承认哪 哎呀 其实要是从大哥的 角度上来讲 我真的觉得您放过他 他可能还能找到 比您可能更疼他的女人 但是有的时候 这种事情吧 是他就爱您 那我们也劝不了 事实上您没有打算分手 您只是觉得 他撤销了这张卡 对您来讲有点冒犯了 因为这两年来 他一直把您当公主 活到这个岁数 有男人肯把你当公主 就是他了 怎么说呢 他只能是 我希望他 我说我没法 他没真心地和我在一起 他就说是有私房钱 我就生气生在这里 同时花吧 他平时都通知我 这个了 哪个了 一向我也是 买什么东西 四万上千 你们俩结婚了没有 没有 对呀 那么法律上 都不支持这个男人 把他所有的经济账目 向您交代的 一清二楚 您凭什么 以情感为条件 要求这个男人 把自己所有的钱 每笔消费 都向您汇报呢 我得管制着他呀 他给我写保证书了 我得 我得 那保证书 这样严格要求他呀 那保证书上 他有没有写 如果没做到 会接受什么样的惩罚 没有 他什么都听我的 什么都以我为主 那如果做不到会怎样 您可不可以开除他 都没想过这一步 我求您开除他吧 开除他 他现在不放过我 他就是这时候 上我假期 给我这么这么的的 不不 您放心 只要今天您说开除 这个词 我们不让他再去您家了 不行还离不开他 家伙事都得有他干呢 所以既然您都知道了 您还做个什么劲啊 大姐 他做错事了 伤害我了 您做错的更多呢 好 我要是您男朋友的话 我早妥妥地 让您下岗了 我希望他向我下岗了 他可现在 就不让我下岗 这个 这段对话 基本看出来了 特别喜欢大姐的天真是吧 你看看多天真呢 说什么都是是呀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了 躲到一起不容易 还有几十年 是不是像这个岁数 有这么天真的一颗 我希望您能够开开心心地 度过晚年 小时 你别识了 不要去记住 往下听 往下听 来 左老师 少年夫妻老来伴 所以主要咱们是要相互陪伴 表面上看是一个 两千块钱引发的矛盾 其实是六十年 好吧 该抽烟 少抽点 酒少喝点 随便淘宝上买 好吧 他在说你我都不乐意 因为咱花的是自个儿的钱 好吗 好 然后 虽然没有办法陪彼此情窦初开 但是祝你们可以陪伴彼此 两并斑白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左延老师 咱们好 来 我们听听吴老师这么说 大姐其实算是活透了 撒个娇 你就什么事都能不干 抛个媚眼 在家里就可以做公主 这种事我也愿意干 但是呢 我还是那句话 天真归天真 纯粹归纯粹 你也是有你的小心思 对不对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如果我今天是个年轻女孩站这儿 拿着别人的工资卡花 我们会说到不劳而获 米拉老师说得非常正确 无论如何在没有结婚之前 应该经济独立 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友 你可以说我担心你的身体 但你只有建议权 你没有管控权 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了 更应该懂得互相尊重 你这么大一把年纪 在家里啥活也不干 说实在话 不公平 还管着别人的钱 不公平 所以今时今日 你撒撒娇就算了 就别作了 好不好 而对于老张来说 其实你对于大姐是爱不释手的 是吧 年纪到了这个地步了 还能够找到一个 自己心目当中如花似玉 但是 是你自己自愿的 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 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妥协到那个地步 所以今时今日 你不能在这诉苦 工资卡是你自己愿意交的 对不对 是你自己愿意把自己 放在一个这样的位置 而丧失了某种平等 在家里惯着 她什么都不干 那你还说什么呢 所以 有些事情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可以改变 比如说尊重 比如说公平 但是 我觉得大姐身上 应该值得学习的是 无论年纪多大 女人始终应该保持魅力 但女人的魅力 除了外观 除了外表 除了撒娇 除了抛媚眼之外 与人更大的魅力 来源于对于家庭的付出和责任 而对于男人来说 无论年纪多大 喜欢漂亮女人也没错 但喜欢的同时 不能丧失自己的自尊 同时 人家有些话也说得没错 那些不良嗜好 老抽烟喝酒 的确是关心你的身体 浪漫之余 在已经没有了抚养孩子的责任 和压力之余 做到平等尊重的 好好一起潇洒 一起幸福 祝你们幸福 在爱情当中 或者在情感当中 对于情感中的人来说 是没有公平和不公平 公平和不公平 是对于外人来说的 咱都觉得不公平死了吧 那心里还美的呢 爱情这东西就怕碰对了 其实你们俩碰得挺对的 挺好的 爱嘛我们就说出来 离不开嘛我们就追回来 特别喜欢艺术 如果你要真的那么爱艺术 天天跟艺术在一起 你就放过老张马 如果你还想跟他 好好的过日子 允点时间到日子里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希望你原谅我 第二年了 时间也不算长 也不算短 在生活中哪有 我不磕磕碰碰的 我希望咱们的 平平淡淡 开开心心 走过晚年 我真心地 想娶你 答应我吧 我会改掉我的习惯 你一字眼改改你的脾气 改成你这心里字眼有我 大小时你一件事 闲得保证输了 还有说你说得比唱得好听 事实呢 跟没度不适 跟没度不像 和操作不一样的 所以我知道 字眼是你后悔 我想说嘛 一完后效 我是一件事实的 好 这些毛缺点呢 我都会慢慢改掉 请两段 请两段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我们看看 这一队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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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